由日本与台湾合作的十周年纪念活动 台湾世界遗产登陆声援会与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 台北旭日福伦社共同展开许多推广活动 这次台湾世界遗产登陆推广国际协力活动十周年 日前在淡水红楼举办交流餐会 主办单位表示淡水作为台湾的世界遗产潜力点之一 拥有缩影台湾近代史的街道 期盼淡水也能够推荐在台湾世界遗产的登陆 淡水选择淡水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 2026年福伦社那边在台北会举办国际大会 所以淡水离台北蛮近 很方便在那时候因为世界全球四万多个 福伦社的车友会到台湾过来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推广淡水的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是安排了淡水做活动 台湾的18个世界文化遗产全力点里面 新北市就占了3个 其中一个就在淡水 怎么样我们淡水来跟这些日本的朋友 甚至国际的朋友大家合作 来争取加入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登陆 其实是有机会的 主办单位表示对淡水来说在地的社区大学设立了从世界遗产前一点角度来学习的活性保存淡水世界遗产前一点系列讲座 另外在淡水教会隔壁的马街护尾街衣馆里头有展示台湾世界遗产前一点的书籍 对此淡水区长也参与更乐观向国际推广淡水的美好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但是总是要把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热忱 让日本让世界的朋友知道 大家来努力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我们希望说我们台湾这边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我们台湾那么好的世界文化遗产全力点让世界知道 让世界知道说台湾有那么好的这些 包括自然文化遗产包括这些混合的文化遗产等等 区长表示作为新北市唯二的世界遗产潜力点 淡水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与历史环境 角度保存了许多的人文风貌 期盼透过主办单位做出提案到淡水来参观 就能够将台湾的世界遗产推广到国际 也能够募集当地居民培养成志工参与 增加地域性的活动 让淡水从目前的潜力点 要升成为台湾的世界遗产 记得许多艺淡水采访报道